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5月期指喔 5月期指今天的最高价它叫8174 几乎已经在去年的高点8170附近 见关勤确之后有一段往下修正的行情 那最低来到819 12点41分 但是由于多头格局仍在 所以尾盘随即在往上拉到8140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期指继续上涨21点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那些留空单的啊 到现在啊 继续再多赔21点 那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其实今天这个行情就真的不简单 今天这个行情啊 要做得好的话 真的要有相当的什么 两个字 要有相当的功夫啊 没有三两三是没有办法上两三的 而在今天行情里面 可能看这个走势图来看 好像是做空比较有力 对不对 但是一个真正会做 一个真正有实力 有功夫的分析师啊 是多单他也会做 空单他也会做 然后我会证明给各位看 到底谁真的有功夫 有实力 这个不要说太多 直接拿实际的操作证明出来就好了嘛 在今天操作里面 我们怎么操作的 如果你在这几天 有准时每天收看我节目的话 我都说 最近的行情是在多头格局当中 对不对 所以我的操作 我的棋子呢 会倾向于比较做多 那如果真的要做空 不是不可以 我会靠选择权来做 那今天的操作里面 曾老师又怎么样成功的战胜了 一场漂亮的胜仗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直接看抠讯 看我们的操作就知道 今天8点56分 我们的棋子 都是在9点附近出手 仙人指路15分钟指标 持续的站在多方 棋子在8160附近 直接试驾做多 或者挂 8145 限驾做多 停损价 设8125 你可能会说 老师啊 你今天害了 你今天打到停损了 今天最多8119 你今天这个刀都要不停损了 如果是这样有什么好讲的 一个老师历不厉害 功夫强不强 你要看的是事实 虽然今天最低8119 你可能会以为我们这笔多单 是亏损出场 但是很抱歉 可能又要让你失望了 可能又要让你失望了 为什么 来 我们现在对价对死 这8160做多嘛 8145做多嘛 全部在9点35分 穿价成交 证据在此 8143 拉近一点 9点35分 而这个切入的点位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为什么 我们直接看这下走势图 这个地方请导播拉近一点 这个地方杀下尖尖的地方 最低 就是我们整个多单 进场的一个位置 它叫8145 在9点35分的时候 随即是往上反弹 当然如果在这个地方 没有跑掉的话 今天这个多单 肯定是停损出场 可是 一位分析师啊 他到底用不用心啊 进不进责啊 那美国就差在这儿啊 那有些人当然他就 做单嘛 反正就做了嘛 停损就停损了 他也不管你嘛 那一位分析师到底进不进责 看一下我的抠讯就知道 各位 今天这个行情啊 来到8170之后 由于在高档区震荡 我勒 10点05分 这个多单 10点05分嘛 手上 有8160跟8145的两笔多单 由于什么 前波的高点 在哪里 8170嘛 去年三月的事情嘛 去年三月的事情嘛 所以 我告诉我们家族成员 只做当冲的 全部在8160以上 平仓 全部在8160以上平仓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行情里面 我们是抢了一段短多 那这个呢 是没什么输赢 那这一笔呢 小涨15点 那到底能不能出在8160 各位 这10点05分哦 你只做当冲的 我写全部 有没有写全部 来 拉近一点 全部 在8160以上 平仓 好 到底能不能出在8160 各位 这是10点40分啊 你动作手脚在慢的 10点40分 都还有626364这些价格啊 那这就多单 你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停损 以当冲的角度来说 当然是没有停损 而且小天一笔圣机啊 但是我说今天啊 这个行情 它明明有一段下杀的行情 如果我只是做多话 这有什么好讲的 重点是在这段下杀行情里面 我们有没有掌握到行情 看一下我的操作嘛 我说过不是不能做空 而是你的方法出现的问题 你的方法是什么 死板板的 只会靠棋子 从7900 7800做空 一路报到现在 再加上你的专业的知识不够 不懂得什么叫选择权 那不用说也输得哎呀叫 知识就是力量啊 没怪你的输得哎呀叫 那今天能不能做空 当然可以啊 我们今天怎么做的 也就备了 926分 5月第二周选择权 8200的卖权 8200的卖权 63点附近市价买进 或挂53点 限价买进 不好意思 今天的限价单没买到 在多头格局当中 我在节目上不断的讲 我只会用选择权来做空 为什么要这样做 选择权风险有限嘛 不会像你一直赔一直赔一直赔 一直补保证金嘛 它最大的损失就是权利金嘛 而且在多头格局里面 你做空是属于逆势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行为 我当然要更小心谨慎嘛 好 多头格局中 我用选择权来做空 9点26分进场 布局这一笔卖权 63点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成交 9点26分哦 这个手脚再慢的 手脚再慢的20分钟的时间 都还有60跟61这些价位 那今天的最低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低 56点啦 拉近一点 差3点 差3点买到限价单 差3点 但是没买到 但是这个市价单是确定可以成交的 那今天最高冲到多少 各位 86点 86点 在12点41分 12点41分 今天的这个8000万的卖权 有空自己回去看 5月第二周8000万的卖权最高冲到86点 那我们出在哪里 各位 我当然没有出在86点那么高的位置 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是只有当冲 为什么 因为我做空方 我会比较谨慎小心 来 11点41分 11点41分 5月第二周选择权 8200万的卖权 只做当中的 全部在70点以上平仓 全部在70点以上 这11点41分哦 11点41分 你不要告诉我出不掉哦 全部在70点以上平仓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最高是86点 12点41分嘛 当然不是出在这里啦 没那么厉害啦 哦 这边86点 我要证明的是说 12点41分出现 这个70点 不需要对价对食 百分之百 穿价成交 那这个卖权呢 今天小涨11点11% 虽然 看起来今天呢 我们好像是 小小的胜利 但事实上 你自己的操作又如何 你所跟的人操作又如何 更开心的是 今天是周末礼拜五 下一半段的节目 我会证明说啊 我们在本周是如何快乐的收割 哦 待会会详细的讲 但是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时候 我还有一些重要讯息 要告诉各位 哦 我有一些重要讯息 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最近啊 很多投资朋友 很关心曾老师的这套系统 哦 他说老师啊 你都在台面上 讲解你的操作 当然我们都看到 是很稳定 没错 可是能不能多拨一点时间 来介绍一下 你这套先人植入的系统 我必须要很抱歉的 跟投资朋友讲一件事 为什么 不是我不愿意说啊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 他这个前后 大概就是25分钟的时间啊 那我们这套系统的特色 他有这么多特色啊 有几个特色 123456 有六项特色啊 我如果光讲这些啊 我就没有办法证明 我今天的实际操作啊 对不对 那今天行情里面 我为什么会做多 我们持续来看一下 我今天会多花一点点时间 来介绍我们这套先人植入的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15分钟 各位 15分钟指标 也就是我的多空判别指标 这边拉近一点 各位如果你有持续追踪我节目的话 你都会注意 4月29号那天 拉近一点 8021翻多 做多之后 一路到今天 他并没有因为盘式的震荡 并没有因为盘式的震荡 而去翻空 而我目前的操作依据 多空判别的依据 其实根据的 主要是15分钟指标 那你可能会说 老师这个反应会不会太迟钝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今天行情里面 他明明有这一段 这个往下修正的行情 他都没有翻空 反应会不会太迟钝 你如果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再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很多投资票都喜欢短线操作 我也知道 我今天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我都知道各位喜欢做短线操作 不需要 赢太多点数 但是只要短线上有获利 他们就很高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骑王短冲的一个指标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这套系统 各位可以在上面看到 有几个框架拉近一点 这个叫骑王短冲 这个叫骑王加码 这个叫骑王多空 这个叫骑王波段 这个是选择权的报价画面 那今天给各位看 如果你是习惯 各位 如果你是习惯做短线的话 我今天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这个叫我的骑王短冲 为什么我不用这个指标呢 因为他的反应太过敏感 我们发抠讯的时候 家族成员收到的时候 根本反应来不及 但是 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做短线的 喜欢做短线操作的 我不排除 你可以参考这个指标 只是他的反应会比较快 你的手脚必须要很快 但是由于曾老师发讯息 来带领家族成员操作 没办法 那么的反应那么快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 这一个 我唯一能看的这个系统 可能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速度 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 我只能看波段 或者是15分钟的一个指标 那15分钟指标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给各位看了8021 一路到今天 他还站在多方 那至于波段就更不用讲了 波段是30分钟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把它压缩小一点 各位可以看到 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 来拉近一点 这边 拉近一点 7794 这是4月19号 一路到今天 他持续站在多方 这代表什么意思 到今天虽然 遇到8170 他静观勤怯 随即有下修的行情 但是这个行情 你问我怎么看 我认为 仍然站在多方 仍然站在多方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只是在8170 这个关卡价位 这个地方 他会做一段 多空的一个激战 所以在今天当冲里面 我也是很尊重 我们的过去那个高点 他叫8170 在这里短冲 有出了一趟 但是你说 这个行情 他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 我认为大有可为 而且甚至于 我敢大胆的假设 这个盘如果在下个礼拜 他顺利的突破8170 站上8200之后 那个后面 至少还有两三百点的空间 我认为是这样 这是我个人主观的一个看法 但是这不代表 行情 他会真的是这样子走 但是目前为止 我的看法是这样 行情有转变的时候 我随时会做些修正 那当然我说了 今天这个节目时段 我们不是不愿意来介绍这套先人指路 是因为时间真的有限 那我知道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的兴趣都很浓厚 当然有些人 他对电脑很熟悉的 都知道有一项东西 不管你住台中高雄 或住比较远的地方 那没关系 其实我们是很愿意 来为您介绍这套先人指路系统 但是呢 这节目时间没办法详细的介绍 只能透过这个怎么讲 这个东西 它叫远端遥控 不管你住哪里 无远佛界 看软体真的很方便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套系统 我自己请的一个 非常专业的系统工程师 完全熟悉这个 电脑软体操作系统工程师 这样解说起来 不再会比较详细 当然最近呢 有陆续来询问的投资表 很感谢你们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在这边真的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因为询问完之后 每一个人在看到我们的 这个讯息的代进代出 都觉得这套系统呢 真的是很稳定 光这个礼拜 到今天啦 几乎可以说是全胜 真的非常抱歉 真的非常抱歉 那到底有没有全胜呢 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回来的时候 我们一一来复习一下 这一个礼拜 我们所有呢 进进出出的一些 抠讯 还有证据 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漂亮吗 我才可爱 我最性感 每个我都漂亮 全店买一套 送一套 通通带回家 Easy Shop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 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 服务专线 1950 请认证愿 请认证消费者 保护委员会 关心你 曾老师 赵吉林 新的奇圈导航团队 回来了 爱护曾老师的旧与新知 赶紧火速归队 欢迎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 2578 3777 2578 3777 第一手资讯 见在亚洲头部 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头部 2578 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用心的微笑 含蓄 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腼腆 但温暖 细心的微笑 低调 但实在 真心诚意 只为了让你满意 我们有信心 让你好放心 微笑 MIT 值得信赖 海外 到节目现场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都以为啊 分析师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分析师每天呢 上节目录影 了不起就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其他时间都自由自在 当然对于很多呢 看图说故事 放马后炮的人来说 他的确可以很轻松 因为他不需要呢 去待进待出 每天只要解解盘 不用承受操作的压力 那当然是可以很轻松 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嘛 但对我来说啊 我认为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曾经 在节目上说 我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每天会进场的分析师 实实在在的一个操盘手 绝对没有观望这一回事 而且我每天一定试驾进场操作 肯定看得到 也做得到 在我的字典里面 没有做不到的行情 因为这两个字 他叫释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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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问有谁有这种勇气 每天来带领家族成员 代进代出 我讲真的啊 我一直都觉得啊 我在古代啊 可能应该就是一个大将军 特别是在三国时代 如果 我如果没有 我的感觉很强烈啊 在三国时代啊 我应该是怎样 哪一位将军 应该赵子龙 不但会带兵作战 而且 自勇双全 我凭什么这样说 因为各位可以发现 我每天带进带出啊 几乎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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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我肯定是走在前端的 冲锋陷阵 带领后面阿兵哥 来作战的那位将军 你绝对不是那种怕死 阿兵哥挡在前面 死光了你家的事情 我绝对不干这种事情 那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子 每天的带兵作战 凭借的是什么 我凭什么能坐在这里 因为我找到方法 就这么简单 因为 我有一项最科技的武器 它叫先人指路 实战系统 所以我一直一直觉得 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 在古代 特别是三国时代 赵子龙嘛 对不对 赵子龙嘛 各位都知道他自勇双全嘛 我真的觉得我跟他 真的可以说是有点像 从我们每天这样 待进待出 那有哪些人可以做到 有哪些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特别是期货 特别是期货 选择权 你可以打开头部节目来看 有哪些人每天敢告诉你 他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我想你应该找不到什么 人选了吧 当然或许有啦 可是事实上 每天待进待出 那我也会 重点是要做得好 不是每天被修理 每天被修理 那每天做那没有用 那个迟早会离开荧光幕的 那早晚的事情 你听我说 不但每天做 而且要每天打胜仗 经常打胜仗 那个才会受到人家尊重 人家才会说你是大将军 所以我说 第一个 我的操作 每天一定进场 绝对没有观望这回事情 而跟着我的家族成员 从来没有抱怨做不到 因为这两个字它叫试驾 试驾进场肯定看得到做得到 每笔交易一定严格控管风险 不管短线 当中 波段 我都会做 这个礼拜 想想看你所跟的那些人 到底有没有让你快乐的收割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你看有这段 往下修正的行情 我们既然起始的当中 因为曾老师的认真负责 还是没有停损出场 为什么 很简单 8160市价做多 对不对 8145限价做多 刚好买在这个地方 买在这个谷底 好 买进去之后 35分 穿价成交之后 这两笔多单 由于前波高点在8170 当中操作的 你就在8160以上 平仓 那刚刚也证明过了 确实是可以穿价成交 那做完多单之后 我们有没有做空 有啊 靠选择权 8200的卖权63点 买进嘛 市价 这附近市价买进嘛 价格差不多啦 你说你今天挂定价 也是可以成交 多头格局当中 节目上 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四 四而五 多头格局当中 千万不要去硬碰硬 要不然就像你现在这样 7800 7900的空 到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 还在满心期待会有大跌行情 那万一突破前波高点呢 继续往上攻呢 你要怎么 你的人生能够经得起 几次这样打击 那我想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嘛 所以苦口婆心劝你嘛 对不对 那你说嘛 他做空不是不能做 有方法的嘛 8200卖权 好63点买进 今天一样嘛 也没在漏气的嘛 63点进 70点出掉嘛 小涨11%嘛 最高86嘛 各位证明给你看了嘛 风险有限嘛 也是可以做嘛 不是不能做 是方法 是方法 各位 5月2号那一天 昨天嘛 这一段最肥美的这一段嘛 你看看我们怎么做的 这我们的先人植入的用户讯息嘛 低点预判嘛 8.48就抓到低点了嘛 8088 多单穿价 为什么出来这里 昨天也讲过了 先人植入的压力位置 就在8126嘛 这样你也有看嘛 那没看到没关系嘛 用智慧型手机再看一遍嘛 昨天的节目嘛 对不对 那这边是不是涨35点 那昨天呢 是不是8095 8095做多是100%穿价成交 行情涨上去 我是812再加码 那这些穿价的证据 我都秀给各位看了嘛 有没有 那穿价成交之后 一样在压力的位置嘛 昨天就已经讲过 8123出掉 39点嘛 那有系统的 是不是还有那一段 35点的空间 在这嘛 昨天是这样嘛 那最近到底是做多比较 比较好做 还是做空比较好做 对不对 好 那再来无意劳动节放假 4月30号那一天 4月30号那一天 我就问你了 8000点 现在是头部还底部 现在你终于知道了 但是买乎了 因为你相信 其他人的话 认为这也是头部 所以到现在还很痛苦 那那天怎么做 你看又是做多 有发现 那做多勒 8121 25点 涨25点 对不对 那仙人指数也告诉我们 压力就是在8121嘛 那唯一做空的 各位 那4月30号也有做卖权嘛 那这个卖权 那一天也证明过了嘛 不是不能做嘛 可以做嘛 你用对方法嘛 用错方法 你就是一直傻傻的抱着嘛 对不对 那好 唯一做空的就这一天 4月29号 8030到8032 对不对 但是80最高就算是8042嘛 也没打到停损嘛 那往下杀下来最低到8012嘛 对不对 那杀下来之后我就告诉他 告诉交友成员 我们虽然空在相对的一个高点 8030附近 但是我倾向保守嘛 多头格局 我真的做空很保守嘛 建议短线操作嘛 小赚15点就可以补了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15点的空间 有嘛 8030这下杀下来到8012嘛 有15点的空间嘛 30分钟拨乱指标 我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四而五而六 告诉你站在多方 你就不在心嘛 你看到这个礼拜这样子下来 有啦 昨天有一笔选择权 买在最低嘛 那个一胜一负嘛 那没什么输赢嘛 那其他你看到的我有什么做错的 那为什么我能够这么稳健 凭的是什么 凭的是我运气好吗 加度好 你的运气都特别败 你对的人特别都运气特别败 怎么那么奇怪 所以我说操作绝对不是凭运气的 我绝对不是凭运气的 那当然在今天行情里面 我们讲了这么多过去的一个操作 还是强调一下法令 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缺可获利 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 我讲的这些啊 不是要跟你保证什么 只是在分析我们的专业操作 也不是要告诉你 我们可以保证什么缺可获利 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 绝对不是这样 只是我想要告诉你 在市场里面到底谁才是最认真 来代理家族成员的人 不是在那边每天在那边看图说故事 放马后炮啊 我敢讲一件事情 全市场啊 只有我能做到这件事 受人之托中人之事啊 因为我以如铃生渊如履薄冰的态度 面对操盘这项神圣的使命 大概只有我敢讲这种话 因为我把会员的每一分血汗钱 我是当做自己的财产一样在疼惜保护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幸福啊 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好好想清楚你的下一步动作 我们下周一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我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级国际饭店规划 台北湾四季之旅 2805 9898 曾老师 赵吉林 新的齐全导航团队回来了 爱护曾老师的旧与新知 赶紧火速归队 欢迎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 2578 3777 2578 3777 第一手资讯 见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 2578 3777 07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头部 2578 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设例便当跟杯汤 那含量不是很高吗 那很高 看营养标示啊 那盐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哦 那多少才叫高啊 成人每日的纳总摄取量 不移超过2400毫克 也就是6公克食盐 我一餐纳含量就超标 那我还要注意什么 那很容易 天然的辣椒 盐 酱油 番茄酱调味品少吃 加工调理食品 也要注意看营养标示中的纳含量哦 要高减压防治 那就别超过2400毫克 别让一时错误的行为造成两个家庭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酒后驾车已经造成许多人死亡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侥幸 只要喝酒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交薪资所得免税 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 请下各地区国税局 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 可对象可捐赠 方便又环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